天氣冷酥酥的 最近也很少人願意分享 都是很多的客宿 雖然我可以替大家傳遞真實 但是我其實比較喜歡分享車子 我們今天來到新竹這個地方 我們要分享什麼車子呢 就是 這台全新的馬自達3 這簡直是精品啊 也太帥氣了吧 我們先來看它的前臉 你看它這個頭燈 然後這個燈眉 然後這麼薄 你看到就覺得非常有精神 然後前面有四顆雷達 這一台是頂配版的 然後前面你看這個是十星的 這個很像烤肉架有沒有 但是配在這裡就是不一樣 十星代表說它有全套的EDAS配備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看中間這個黑色配上它這個混凍紅 整個 有沒有戀愛的感覺啊 這一次呢這個馬自達3呢 前面本來就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它很多這個車上一代馬自達3就是長這樣 只是說這一代更有殺氣 但是側邊是這一次改變幅度比較大的 像它這一台是頂配的 頂配版的 所以它這個是18吋的鋁框 而且它這個有一點點燻黑的感覺 配上它這一台動感的車身 哇實在是太漂亮了 你看它側邊幾乎完全沒有折線 完全沒有折線 那它這一個應該是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加裝的有一個側裙 也是非常 我覺得非常好看 那這一次它只有吸住沒有滴住 你看它這個 駝背 很多人戲稱是駝背感 但是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有質感 有一點像那個 Paramera 就是保時機的那個Paramera 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個感覺 非常的動感 那後面也是它非常好看的一個地方 整個的延伸下來 有一點像是Hatchback Hatchback就是那種鞋背的車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Sky Active G 所以代表它這一台是汽油版的 2000cc的汽油版 有一個馬自達3的名牌 然後它這個跟頭燈一樣很薄 都LED的全LED很薄 好 後方有4顆雷達 6顆雷達 這裡3顆 這裡3顆 這邊也3顆 所以總共6顆 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後 後面看起來 太好看了 而且感覺很寬 跟上一代的感覺 真的落差很大 雖然這種車訴求年輕的族群 但是他們也需要很多的旅行的行李箱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行李箱 這邊有個電池法這樣拉起來 哇 有沒有什麼不該放的東西呢 再拉遠一點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空間 以這樣子的車格來講已經非常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 好吧 都是雜物 我們把它關起來 自達3被人家詬病的 也就是它的後座空間非常小 但是我們這一次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後座空間 來看一下它的質感 皮革包覆的這一條 然後鍍鉻 這一整排是鍍鉻的 這邊都皮革包覆軟的 這裡還有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後座的感覺 來 坐進來 哇 這個頭頂棚還熏黑的耶 梳妝一下 剩下三個指頭 頭部剩三個指頭 然後前座 這一個位置比較 調的比較後面 你看它已經在這個B柱之後了 那我的這邊只剩下大概三個指頭 如果我坐我剛剛的位置 181公分的位置 那這邊的話就會 大概有一個拳頭 如果前面調整成我的坐姿 然後我這一個位置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這麼差 就是頭部空間比較局促一點 因為這種鞋背車五門車 應該是後面應該是比較高一點 可是這一台因為它的造型的關係 所以它讓你覺得說 頭部空間沒有想像中的好 但是因為它質感實在太好了 你看 後方冷氣出風口 但是它這個隆起面積比較大 不知道是因為有四輪傳動的關係嗎 真的不錯 那我們去看一下前座好了 我們看一下前座 一樣 這都皮革的 BOSE音響耶 頂規的果然不一樣 你看它這整個根本不輸冰式 然後你看 沒有電動椅比較可惜 但是它這個調整的很多 幾乎都 這應該八項的調整 手動調整 然後我們來坐進來看一下 非常的好 我就是覺得它這個質感實在太棒了 我們先啟動一下 它因為這個有iKey 我們直接 這個動畫是怎麼一回事 三環式的 但是中間這個資訊幕是一個螢幕 然後你看前面 我們知道這樣照不照得到 前面有個HUD 它可以顯示的資訊很多 包括可能導航 然後什麼線速它都有 然後你看這個環景 這解析度太好了吧 我很少看到解析度這麼好的環景 然後它的按鍵非常的少 鍍鉻的面漆非常的多 上面這都皮的 然後這個 哇 這簡直是精品 你看這個排檔桿 加上這個 這真的不輸雙B啊 這個質感 哇這個轉 有沒有 有沒有 電子手煞車 AUTO HOLD都有 然後這裡有 模式鍵 然後你看它這個方向盤 哇 奇怪咧 這些東西有很貴嗎 為什麼其他家不做啊 好怪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 哇這簡直 完全不是同等級的車了 那幾台什麼 Toyota啦 或者是Focus 福特Focus 完全不在同一個級距 那我們等一下 實際上路來開開看 這台車到底是怎麼樣 什麼一回事 我們Let's go 那我們現在準備上路喔 副駕子 副駕目前是沒有人 因為這個車主阿凱 他不好意思上鏡頭 所以只好委託我自己一個人 來自導自演自彈自唱 但是我剛已經有訪問他全部 他的買車過程有點缺點了 那我們就直接上路囉 安全駕駛 直接上路 Let's go 這是我執行90天重啟人生計劃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喔 現在我在這台馬自達3的車上 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這種感動 就是你光是摸這些 就是觸碰得到的這些地方 就像剛剛介紹的 是一樣的 非常的有質感 你光是坐在這個上面 我就覺得說我的嘴角都上揚了 雖然這不是我的車 但是我覺得 哇 太棒了 這車子 就是不管怎麼樣 心靈上已經有非常滿足的狀態了 非常的 就整個質感做得非常好 這是我覺得這台車映入眼簾 讓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第一印象是這樣 然後再來講一下這個開起來的感覺 這台車因為車主它不方便露臉 所以它就很放心的把車子交給我們去開 那我剛剛開了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路 實際上我開起來它的行路質感非常的好 你不會覺得很硬 雖然說它是訴求一個比較屬於運動化 所以他們的slogan是什麼 人馬一體 人馬一體 人馬一體什麼叫人馬一體 就你跟這一台馬 是你要隨心所欲的 要左轉就左轉 要右轉就右轉 非常的好開 像這樣子轉過來 切過來切過去 它都是非常的順 那馬力的部分 因為它這一台是2000cc的自然進氣引擎 不能算是猛爆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夠用 非常夠用 然後變速箱的邏輯 我覺得是比較積極一點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本來是開車就是比較斯文 所以我覺得它的變速箱邏輯是比較 我覺得有點比較猛烈 因為我稍微踩深一點 它就降檔了 它就 kick down了 所以每個人他的開車的習慣不太一樣 所以看你個人能不能喜不喜歡這樣 如果你喜歡這個比較有力 然後比較扭力 比較帶給你這個抄價樂趣 我覺得這一台會非常的適合你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它的整個 我開起來我覺得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它的煞車沒有很 我覺得這可能是原廠的設定 沒有像我那一台車 我那個Boswagen這麼這麼利 像它現在這樣子 它的迴轉半徑其實也不大 非常的靈活非常俐落 那就我剛看到就只有這個 剛剛講的那個煞車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利 這是我大概我開的感覺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車主它這台車擁有的 這段時間的整個 這個使用的心得 那因為今天車主 它不好意思露臉 不好意思露面 所以就我來代替它 傳述它剛剛講跟我說的這些資訊 那當時它買這台車呢 它已經開了兩個月左右了 那目前里程數是2600多 才剛簽沒多久 所以車上還有濃濃新車的味道 日本味 不是粉味是日本味 然後它這一台又是這個 整個又是那種混洞紅 所以當時我相信它應該考慮了很久 那我就問它說 你這兩個多月開了這2000多公里 快3000公里的這樣子的使用里程 應該有很多的心得可以分享 那在之前呢 你開什麼車 他說它上一台車是Mondeo 福特的 福特Mondeo 我說Mondeo是大型房車 怎麼會跳過來這個小車呢 這一台屬於中型 也不算小車 他說因為Mondeo真的太大 他女朋友不敢開 所以他們在找就是換購 換成一台比較屬於中型的房車 那這個當時有什麼口袋名單 我問了他這些口袋名單 他就說 因為是要換成中型的房車 那中型的房車就幾個 就那幾台 福特的車主當然首選福特的Focus 那福特的Focus跟Toyota的Auris 然後再加上這一台Mazda3 就是總共這三台車在選擇 那我問他說為什麼 這個Focus應該是你們福特車主 應該會繼續選擇Focus才對啊 他就說 他女朋友不喜歡 女朋友不喜歡那就沒辦法 因為福特比較陽剛 所以開起來你也會覺得說 你怎麼開一台男生的車 那就不好意思了 然後再加上內裝質感 兩台比較下來 雖然福特這一代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但是兩台比較下來 真的還是這台好很多 這台真的我沒有 除了賓士比較高階的那些車款以外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好比的 這一台的整個內裝質感真的是太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Auris 我說Auris怎麼 你怎麼會選擇Auris 沒有選擇Auris 他說第一個當然就是Auris的後座實在太小了 小到你連他 因為車主我看他身高其實沒有說像我這麼高 我剛坐這個後座我都覺得有一點點的這個 擁設 可是Auris我坐進去基本上是 只能講兩個字 殘念 悲劇 所以後來他也沒有選擇Auris 雖然他不常載人 但是這東西有時候有種比沒有好 那後來就是看到這個馬自達 主要就是聽女朋友的話 女朋友一看就喜歡了 哇這內裝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就馬上就 就簽約入手了 那後來我有問了他這車子 其實他也才剛買買沒多久 他就跟我們聯絡 然後願意分享 我們非常感謝 那個車主叫阿凱 阿凱在新竹 我非常感謝他的分享 那他只有開三千公里左右 兩千多公里三千公里左右 大家分享的優點 就是這台車的質感真的很好 真的 你開出去你就是萬人的這個同學 或者是同儕之間的這個目光焦點 所有的人都說哇 你的車 他說就是這個優點 其他的就帥了 就這個優點 就只有這個優點而已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外貌取向的 這個優點應該蠻 你應該是蠻愛的 然後這車子呢 我就有稍微的在問了他一下 有沒有什麼缺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優點都只能講帥了 那缺點我猜應該才開兩千多公里 也不要為難他 他真的想不出什麼缺點 但他唯一講的缺點就是說 當時他在買這個車子的時候 這一台沒有配到全套的ADAS系統 就是他沒有車道維持 他只有車道偏移輔助跟警示 而且55公里以上他才有作動 我覺得這是配備上的問題 這也不是什麼缺點 就是你當時選配這台車的時候 他就只有這個配備 不然怎麼能算這台車的缺點 我說這不算缺點還有嗎 他說他就抓頭說想不到 想不到就沒有 沒辦法就沒有缺 他還沒找到缺點 不是沒有缺點 也許之後他去保養 發現保養費這麼貴 這也是個缺點對不對 還不知道 所以如果後續有追蹤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那因為這個車主他比較年輕 所以他選擇這個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就是這台車非常適合他 他就是看起來 就是年輕帥氣的一個年輕人 那我就是再問他一次 如果這台車同樣的預算 同樣的條件下 你依舊會再選他一次嗎 兩三個月前買的 你還會再選他一次嗎 他說當然會啊 難道你有找得到 比這台更帥的車嗎 同價位 我確實沒有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外貌取向的 歡迎大家去試看看 這台馬自達3 真的太帥氣了 四門的也很帥 真的不是只有五門帥 當然五門賣的比較好是應該的 但是四門應該 你去看的你也會很喜歡 非常的動感 那今天這個馬自達3 全新的這台馬自達3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到展示中心去試 因為我也有認識馬自達的業務 新竹這邊的馬自達業務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我可以幫你介紹業務 那如果說有任何這個車子 你們有任何一台車 不管新舊 只要想分享的 願意分享的 歡迎跟我聯絡 不管你在哪裡 在島內 我們只要約好時間 我們就去囉 我們期待下次再見 下次見 掰掰